好,我们讲一下Docker的网络管理 我们先讲一下Docker的网络模式 Docker的网络模式有五种 第一种是Net,第二种是Host,第三种是Container,第四种是No 还有一种,第五种是Overline Overline是在Docker 1.10这个版本才正数纳维的成为Stable版本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Net网络模式 Net网络模式是每个容器都会有一块网卡 就是连接到Docker 0上 Docker 0相当于是一个交换机 但是它具有一个DHCP的功能 可以容器每次启动的时候都会给容器分配一个私有IP地址 那么容器私有IP地址 怎么去访问公网 我先会有一个私有IP地址 然后服务器会有一个物理服务器网卡的IP地址 那么怎么去访问internet 这个是出去 有一个私有IP地址经过Docker 0 然后经过IP forward的转发 然后接种出去 那么怎么去访问 怎么去访问回来呢 比如说 我们现在容器暴露了8080端口 然后80的端口 803个4个8 或者说8088端口 我们想访问在这个容器的服务怎么访问呢 这样子的 只需要只能通过 我们速度机 加上端口号 然后再访问回来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我就有一些工作 比如说我们要去管这些端口 如果这些端口没有管好 或者说管的发生了错乱 这样的话服务访问的话就会失败 所以这也是Net网络不好的一些地方 需要进行端口管理 并且如果一个服务器上 想要跑多个80端口的时候 需要通过负载进口去实现这个功能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host的网络 host的网络就是 容器是和速机的网卡直接通信 没有经过Docker 0 直接就连上了 然后直接就可以出外网 好 然后我们来操作一下 我们先来Net网络 我们这个知道 然后我们可以再创建一个 来试一下 Docker 0 -D-P 80 Docker 0 刚刚Name HP 好 完之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做点看一下 因为这个是Docker的这个程序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80 这个 它会有一个Docker Palsy的一个程序进程 它会去 默议后去转发 比如说 请求的是80端口 最终是要发送到这个Cleaner IP是17.0.3这个容器的端口的80 这种才实现了我们怎么去从外面访问容器里面的服务 是这样子的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好 怎么是host的网络模式 host的网络模式是这样子的 Docker run 高地 高高内码 是app2 高高net 等于host 这样写 因为默认的话是net 所以不需要写 如果是使用host的话 使用高高net这个参数 指定一下你使用的哪块网络的模式 指定host 然后使用哪个镜像 充电容器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好 如果端口有冲突的话 这个服务它会显示失败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你说80端口已经被占用了 回报这个错误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使用了80了 所以说 那么host的这个网络模式的话 也就是这上面只有一个服务才可以去使用这个bally端口 如果其他想使用的话只能换端口 这也是host的网络的一些特点 那么为什么会有好处的网络这种模式出现呢 就是因为我们使用的net网络模式 它每次重新启动容器的时候 它的ip会变 那么ip变的话就意味着我们第一次访问的是这个ip 下一次访问的时候是另一个ip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服务就下一次一旦要重启的话 我们就不可访问了 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ip它经常会变 然后这样的话会使用host的网络模式 host的网络模式 因为只要是给这个容器指定的这个ip 不管容器怎么重启 它的ip都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所以说我们会使用host的网络模式 去来实现这个固定容器这个ip这个功能 但是有不好的地方就是 host就有一个ip 直接是和容器共享这个net name species的 它有一些没有起到隔离的作用 就相当于只要攻击了容器 就相当于是攻击了速度机 所以这是host的网络模式的一些不好的地方 好 我们这一课就重点讲一下net模式和host的网络模式 好 这一课我们就讲这么多 好 谢谢大家